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俄羅斯總統普廷掌權超過20年 是繼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之後 俄羅斯執政最久的領導人 上週俄羅斯國會三讀通過一項修憲案 內容包括總統的任期重設歸零 這意味著普廷四年後總統任期結束 可以再參加兩次大選 掌權到2036年 這項修憲案將於4月22日交付俄羅斯民眾公投 但對派已經強烈抨擊 這是普廷想成為終身總統的野心 又參為下議院的俄羅斯國家院 上週在無人反對下 三讀通過總統普廷提議的修憲方案 內容包括普廷渴望不受現行憲法的任期限制 再參加兩次大選 而這也意味著他可能掌權到2036年 根據俄羅斯現行憲法 普廷必須在他第四個總統任期屆滿的2024年下台 但今年1月普廷宣布推動重大政治改革和修憲計劃 同時執政黨團結俄羅斯黨國會議員 也對此提出一連串的修正案 當中包含了將總統的任期重設歸零 今年67歲的普廷已掌權超過20年 世紀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之後 俄羅斯在位時間最久的領導人 因此國會火速通過批准修憲案的同時 也引發反對陣營強烈批評 認為修憲案是普廷為了想成為終身總統 但遭到普廷否認 接下來修正案還將於4月22日交付全民公投 若過關 普廷可再擔任連續兩個六年任期 屆時他已高齡83歲 莊社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衝擊全球 法國防疫作戰再升級 法國宣布自當地時間17號中午起 限制民眾行動15天 並關閉歐盟與深耕區邊境30天 違者開罰 至於明天晚上 而在第15天的動作 我們的動作會有嚴重力 這意味著外出聚會 和家庭和朋友 行動限制令生肖前 中央社記者實地走訪街頭 街上行人明顯減少 商家也都關閉 民眾對於限制令多半能接受 但對於執行程度上和細節各有看法 我們認為這太多了 因為我們不想留在家裡 但我們認為這很好 為了防範疫情擴散 馬克宏嚴正表示 法國正在作戰 嚴禁民眾在戶外聚集逗留 呼籲減少社交 增加社會距離 希望以最大程度減少家裡之外的接觸 有名仗坦承過去太過輕忽導致疫情迅速擴散 目前法國地區死亡累積175人 而重症患者 人數奏增 重症病床也正拉警報 法國首次在戰爭時期外大規模限制民眾 只希望疫情已減編 中央社記者曾庭軒 巴黎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面對武漢肺炎 疫情蔓延全球上海升級居家隔離措施 避免病毒由境外移入 上海市17號宣布 凡進入上海前14天 曾造過南韓 義大利 伊朗 日本 法國 西班牙 英國等16國的中外旅客 以律實施居家或集中隔離健康觀察14天 相關費用自理 進一步從嚴勒實隔離措施 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重點國家勾勁人員 已拿後 全部由各區工作人員 集中接送到各區的臨時集中留院 統一採用集中接送方式 目的是最大程度實現接送各環節 各空間之間的全程封閉管理 上海真的入境人員提升防疫 分落地分流排查 接送轉運和屬地社區管控三大階段 等待核酸檢測結果時 社區人員會上門核查 是否具備居家隔離條件 不具備者一律集中隔離 若擅自離開 將依法處置 為了防止病毒反向輸入 中國大陸多個地區宣布提升防疫測試 上海官方也表示 將根據全球疫情發展趨勢 及時動態調整重點國家和地區名單 中央社記者 沈鵬達 上海報導 土耳其怕閘庫勒邊界 震爆彈催淚彈聲響此起彼落 威力的另一頭是希臘警方 而這一側全是等待跨境歐洲的難民們 土耳其過去配合歐盟的政策 協助在境內安置難民 但盡了義務 卻換不到歐盟實質的資源和政治外交支持 隨著敘利亞西北部戰士升級 土耳其二月裡宣布 開放邊界不再阻止難民前往歐洲 我們昨天做了 招牌的招牌 現在 至今 約18萬元 招牌的招牌 但今天 約25至30萬元 我們可以招牌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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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招牌 不可以招牌 為什麼 不過要挺進歐洲得突破層層圍梨 難民們齊莉 試圖將金屬刺網圍梨一條一條抽出來 馬上遭到希臘警察以催淚彈伺候 更有難民避棄衝進煙霧裡 捡起催淚彈 丟回圍梨另一側 我們要請求請你們的招牌 我們不是的招牌 我們只是招牌 我們想薩 我們想做我們的生命 我們想做我們的生命 我們只是從歐洲人間到嘉年 我們要求我們 我們是衛生 所以應該是人們在招牌 我們不是招牌 我們是人民幻想的 这些人都没有来过,你也没有来过,你也没有来过, 你也没有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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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有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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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间上万的难民聚集土耳其和希腊边境试图攻入欧洲, 让帕扎库勒村有限商机,从聚落通往难民营的道路两侧 出现各种临时摊贩贩售民生物资,甚至还有手机充电站, 也有当地人用马拉起板车兼送民众,从营地到聚落, 一个人收费无礼拉,约新台币25元。 帕扎库勒边境旷野间好几株梅花盛开迎风摇摆, 躲避迫害和战争无所依靠的难民们根本没有赏花兴致, 只能在树下望着前方的难民与警察一波又一波的攻防。 莊莎记者何鸿如爱迪尼省帕扎库勒报道。 武汉肺炎炎烧冲击各国选举,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请益科学家后, 决定如期举办地方选举, 结果投票率创下新低记录, 弃权人数超过登记选民的半数。 而在亚洲的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表示, 新加坡面临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 因此是否提前举行大选, 取决于局势的发展和未来前景。 目前大选最快4月举行, 最迟也不会超过明年4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